穿着白色外套自拍 北北基陶 四位蓝营首长 在新北平溪 齐聚一堂 但在这之前 四首长闭门会议 先登场 话虽这样说 但正当党内 掀起拱锅声浪 侯尹身为新北市长 主动办起领头羊 似乎也在传递 政务我更在行 这是一个非常平常不过的 城市交流的实质展现 那未来的频率 只会越来越频繁 只是如今就党内人士指出 蓝营的2024 不再只有一个白雪公主 而是形成强弱集团 像是侯友仪郭台铭 就跟仪表态的 战斗篮领袖赵少康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呈现明显对比 是否比照九合一 以协调代替初选 党内正面看待 所谓的强集团或六弱集团 重点是大家要团结一致 然后有一样的一个公式 以2019年为例 其实当时初选就非常的惨烈 能够和谐的产生出来 国民党这一组的候选人 我想这才是大家所乐见 我们再来讨论 那3月4号之后 我们不管是总统或立委 我们一定是对的人 毕竟提名要采 哪种方案 不是掌握话语权的 说了算 TVBS宣传学会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